一个青花的指口瓶 这个瓶子呢 你说它是凤尾瓶呢 它又没了上面那一节 你说它是没瓶呢 它又 你看这个口呢又比较长 大口 这是一个瓶子呢 指口的瓶 它这个青花你看 带有点 深蓝色 它不是浅蓝 蓝中偏黑 这是乾隆的 乾隆风格 冰霉图 冰霉地开光 博古 青宫博古图 至少没有是开光 冰霉 它也不像晚清那些胡乱画 你看它也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 高度有36.5公分 口径是9公分 乾隆的这是 底足是14公分 南草 南草 五点 这是牡丹呢 牡丹呢 牡丹 也是一个风碟吧 不错的一个 不错的一个 你看这个瓶子 这里是一颗桃花 桃花了还是梅花 桃花吧 一个一只鸟 这应该是牡丹 能开光 它这个修财川土 哪家要有跳刀 跳刀很 可能还要早 比乾隆要早 应该这样跳刀 乾隆很少人有这种跳刀 雍正把刀 雍贤之间 这个不会错的雍贤之间 笑了一刀 好 我是 软江软旧 很老旧 这个太子 跳刀 修得很规整的 这个太子 这个你看这个 这个川主修得 很规整 四个开窗 四个画面 然后这个太子 这个太子